歡迎收看 CTI TALK 國際節目對決 大家好 我是李嘉元 請大家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衝進全世界的發燒榜 一起來衝百萬訂閱 首先要請百萬粉絲們站出來 全球華人一起來 我們來看看 我們中天新聞正在招募至公隊 來看看報名三個方法 第一個掃描畫面當中的 QR code 在這個地方 另外或聊天室置頂的地方 點擊報名連結 影片的資訊欄都有報名的方式 還有中天新聞臉書 點擊報名的連結 我們一起來招募至公隊 有您的支持我們才會更加強大 今天要討論哪些主題呢 來看到中國大陸現在可以說是 不斷的出招 讓美國有點招架不住嗎 尤其是來看到俄烏衝突一週年了 習近平主席中國大陸公佈 12點的中國方案 這個方案不只是俄羅斯很滿意同意 另外再來看到的是 包括了是澤倫斯基烏克蘭 還說希望跟習近平主席來會晤 然後法國總統馬克宏4月要訪華 當然也是希望能夠談談而誤的局勢 再來看到說中國大陸的所謂的不斷出招 還有制裁的美國軍火商 洛馬拉還有雷神等等的 會不會真的不賣稀土 美國真的也很頭疼啊 另外再來看到捍衛南海的主權 美國竟然派了媒體去拍在南海的一個狀況 結果被中國大陸殲11給進行的半飛 還拍到052D 所以中國大陸捍衛主權可以說是非常的不會任何的放棄 另外再來看到 所以胡錫進就說九段線真的不是白化的 另外也會看到習近平主席說要不斷的突破卡脖子 所以最近也可以看到說中國大陸的科技能力不斷的突發 華為也要公佈叫做向上捅破天的技術 今天要好好來分析一下 另外中國大陸到阿聯酋的軍武也讓大家看到了 現在有個重磅消息 阿聯酋會不會根本就不要買你美國F35 要買的是F5C31呢 接著來介紹今天重量級的雨潭人賴岳謙賴老師 主持人好 跟同朋友大家好 以及郭震亮亮亮 阿平 前幾位女士大師傑恩吉 家維好 大家好 好 首先現在看到中國大陸不斷出招 美國會不會有點招架不住呢 賴老師您看 所以你看到俄屋局勢 習近平主席中國大陸公佈12點 尊重主權 摒棄冷戰思維 停火止戰 勸禍促坦等等的 還有要維護核電的安全 減少戰略風險 以及來看到戰後重建 這12點被說很有格局 所以烏克蘭的總統泽倫斯基說 希望能夠中國大陸一起參與 尋求和平的行動 好 另外再來看到 中國大陸也有提出相關的和平方案 還有全球倡議等等的 烏克蘭外長也是表達認同的 好 俄羅斯的部分來看到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2月28號到3月2號 進行中國大陸訪問 代表說其實 俄羅斯 白俄羅斯其實也認同 這個12點的聲明 還有法國的部分 馬克宏4月初要訪華 呼籲北京協助我們向俄羅斯施壓 然後確保永遠不使用化武或核武器 這點說法跟大陸說核戰打不得 是非常相呼應的 再來看到美國華爾街日報就說 法國 英國 德國的這些 元首們鼓勵基輔跟俄羅斯進行和平談判 因為他們認為 懷疑烏克蘭重新奪回領土的能力 好 這個反戰聲音非常強 1.3萬免德國人上街頭 說要反對軍援烏克蘭 還說要給普丁談判空間 來緩和俄烏局勢 真正敵人勢西方 那美國看到這個局面呢 會不會有一點點尷尬 所以不斷的抹黑 那老師你看 這個布林肯一開始說什麼 根據美國有情資 大陸要提供武器給 那個什麼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然後呢 他還說什麼呢 美國人不喜歡看到一個大國 欺負另外一個國家 這個聽起來會不會有點諷刺 好 萬文兵第一時間就說 中國大陸又沒有提供 源源不絕的武器提供的是 美國又不是中國大陸 23號布林肯還說幾乎肯定 向俄羅斯提供非致命的 軍民兩用援助 還在控訴中國大陸 24號 拜登自己說 根本沒有證據顯示 北京要提供俄羅斯致命武器 美國已經亂得一塌糊塗 美國布林肯的最大的老闆 叫拜登 拜登在ABC 美國自己的重要的廣播公司 直接打臉他的國務卿 說沒有證據啊 沒有證據大陸有提供武器給 烏克蘭啊 對 連致命武器都沒有 連一般的武器也都沒有 那這樣的情形下 那你布林肯說 似乎是 好像是 幾乎肯定 幾乎肯定是 但是問題就是拜登說 沒有看到證據啊 對啊 那到底應該信拜登了 還是信布林肯 不只是拜登 連澤倫斯基都說 烏方沒有看到這樣的信號 也沒有證據表明有這樣的情形 烏克蘭說沒有 拜登說沒有 只有布林肯說有 那就布林肯你自己 要不要切腹謝罪啊 我覺得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為什麼布林肯會氣急敗壞 為什麼美國會急到不行 因為中國大陸提出來這12點立場啊 坦白說 各取所需 各取所需就有談的空間 對啊 這坦白說這是一個高度的戰略 為什麼說 這個各取所需就有談的空間 烏克蘭主張的贊成的 是第一條領土 這個各國的主權 那領土的主權 這個部分裡面 烏克蘭覺得這個符合我的利益 那對俄羅斯呢 摒棄冷戰的思維 北約你最好解散 因為源頭就在北約 這個符合俄羅斯的利益 那符合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雙方的利益 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不能去炸核電廠 第二個對於人民跟軍人的人道的 尤其是交換葫蘆不能有虐待的 這個也符合雙方的利益 所以雙方也都會支持 好那我們再來看歐洲 為什麼也會支持 那是因為歐洲他希望停戰了吧 他希望用政治的談判來解決問題吧 所以核談這是符合俄羅斯的 符合歐洲的要求 還有就是有關於不能使用核武 皆大歡喜 大家都支持也都同意 對非洲來講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如果能夠順利的運出 不被任何干擾 因為現在的糧食運出確實有干擾 雙方都有干擾 不只是二方喔 烏克蘭也有干擾 雙方都有干擾的情形下 對於非洲來講他們是很恐懼的 因為尤其是聯合國的農糧署 他們認為今年很有可能 在非洲大陸會大缺糧 那這樣的情形下 他們已經估計可能會有幾億人 會陷入飢荒 這個是大家所很緊張 聯合國很憂慮的事 所以你看聯合國當然歡迎 聯合國的秘書長當然表達歡迎 為什麼停戰 核潭 然後糧食供應 不用核武 核電廠不能炸 那交換俘虜要對三代人民跟俘虜 你看這些是不是都符合 聯合國的宣章 那也就是歐盟支持 然後當事的雙方都支持 俄烏都支持 怎麼偏偏就美國反對呢 所以美國已經洩露出它的本質了 也就是美國希望打 再打 繼續打 怎麼可以停 各位觀眾朋友 您就可以知道 俄烏戰爭真正是誰想打 繼續打 但是大家全世界會不會希望呢 這個戰爭停了吧 受苦受難的這些烏克蘭人 大家也希望他能夠做過上正常的生活 那另外呢來看到 剛剛賴老師非常精辟 講的這哭不浪噹十二點 被說很有國際的格局 但是相反來看到 拜登或布林肯會不會有點氣急敗壞嗎 第一個他用的第一招就是呢 放毒的也是你 比如說布林肯放毒也是你 然後解毒的也是你 這跟白娘子不是有點像嗎 放毒解毒都是你 再來呢 第一招就是抹黑牌 第二招叫離間牌 譬如說話這日報就開始說 中國啊為了呢對歐貿易 決定跟俄羅斯保持距離 就看到了王毅跟那個歐洲的這些對談 然後就說要跟俄羅斯保持距離嗎 然後呢紐約時報還說 重大陸為了迫切提振經濟 要試圖修復跟歐洲之間的關係 同時有意跟俄羅斯保持距離 開始打這個離間牌嗎 但是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拜登挺烏克蘭 會不會真的是為了選舉嗎 拜登啊秘密的突襲了 這個來到了秘密外交 到基輔就追加了5億美元的軍援 被說好像有一點少 然後呢小老迪嘛 日本就開始加了 無數億美元的財政的額外支持 要挺烏克蘭 24號的時候呢 蘇里文又說 美國會再提供烏克蘭20億美元的軍援 好 奧斯丁接著就說 在過去一年美國向烏克蘭提供 超過了320億美元的軍援 但是這個數字攤開就發現 美國在這次進攻巨頭 比如說諾格拉跟洛馬 股票大漲40% 然後呢第一夫人基爾拜登 在24號就說 拜登已經決定要 繳逐第二連任以無懸念 只剩下超定宣布的時間跟地點 但是現在呢共和黨就不斷地罵說 我們自己美國有事情 你怎麼跑去烏克蘭呢呢 譬如說川普就說 美國拜登把美國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去保衛外國領土是美國最尾不是最常打 我覺得中國大陸提出這種東西叫框架的文件 這個我在學校叫談判 那框架文件意思就是說 未來如果真的有談成一個協議 大概會包括這12個要素 可是這不等於雙方可以啟動 我認為根本就談不起來了 為什麼呢 比如說停火指戰 停火指戰烏克蘭沒有辦法支持啦 因為他只要支持就是現狀停火啦 所以你沒有辦法啟動嘛 所以烏克蘭要停火指戰 他一定會要求俄羅斯要撤軍 這是必然的啦 那俄羅斯也不可能承諾不用核武啊 因為這個是策略性的動作 萬一的時候要使用的 我怎麼知道北約會不會介入 所以烏克蘭也不可能承諾核電廠安全啊 因為這也是他的策略性的行動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不是像你這樣在討論談判啦 說俄烏都贊成啊 那沒問題啊 不是這樣啦 就是你看烏克蘭他也不可能支持 摒棄冷戰思維嘛 因為有兩個陣營對他比較有利啊 摒棄冷戰思維 這個是俄羅斯的立場嘛 那俄羅斯要摒棄冷戰思維 就是要你北約不要進來嘛 那北約不要進來烏克蘭就不用混啊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要討論談判就要這樣討論 請問要從哪裡開始 沒有地方可以開始 所以這還是一個懸案 就你框架文件看出來好像 這個目標沒有人會反對啊 大概除了美國之外 歐洲也不會反對啊 可是你談不起來嘛 你要從哪裡開始 比如說這種框架文件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也有啊 就談不起來嘛 為什麼 因為巴勒斯坦不能承諾停火 他只要承諾停火 吞肯基就是以色列的 因為這是現狀 所以一樣嘛 所以你去想一想嘛 烏克蘭怎麼可能讓單邊制裁停止 不可能嘛 你俄羅斯又沒撤軍 我怎麼可以停止單邊制裁呢 所以烏克蘭不能承諾停火 不能承諾取消單邊制裁 不能秉齊冷戰思維 這他都做不到啦 所以為什麼最終還是美國 為什麼會這樣嘛 因為能夠摒棄冷戰思維 停止單邊制裁 就是美國嘛 美國沒有停 你根本沒有辦法談嘛 因為現在的優勢方是俄羅斯嘛 對俄羅斯來講 現在停火他就贏了 以色列也是啊 你巴勒斯坦只要不繼續攻打 以色列就贏了嘛 因為屯肯基就是他現狀佔領嘛 以色列跟敘利亞也是一樣啊 敘利亞只要不射火箭他就贏了嘛 因為戈蘭高地他實質佔領嘛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要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你才知道為什麼這個談判這麼難 而且為什麼是世界各國的專家 都認為非常困難 比如說林中斌他就認為談不起來 他的想法跟我一樣 你要從哪裡開始嘛 你告訴我啊 你如果沒有一個 所謂的雙方各讓一下好不好 請問烏克蘭要讓哪裡啊 你俄羅斯有讓的空間啊 你可以撤軍啊 俄羅斯事實上已經做了 沒用啊 俄羅斯事實上已經從赫爾松 撤了部分的距離吧 有用嗎 沒有用啊 他不再攻打哈爾克夫啊 他也是從頓巴斯撤軍啊 沒有用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談判不是你想的這樣啦 談判一定要強的那一邊 願意做更大的讓步 不然是談不起來的啦 那因為美國現在沒有浮在檯面上 所以你怎麼談 就是中國大陸坦白講 他是真的是願意做好事 不然這個跟他有什麼關係啊 他又沒有介入 他也不是第三方啊 然後他就是覺得說 不要再打了吧 那他就提出一個框架文件 那就是說大家都來談一談吧 可是他不是 他沒有涉入啊 涉入了真正的是 俄羅斯跟美國啦 我跟你講 也不是烏克蘭啦 所以重點是 美國跟俄羅斯要不要各讓一步嘛 這個才是真正的癥結點嘛 那中國 你怎麼去叫美國讓一步 所以只要美國不願意讓 這個戰爭就不會停止了 沒錯 其實我們從一開始就是說 一開始很多西方都說 中國大陸你要介入啊 中國大陸你要當核勢老啊 但是我們一開始就說了 這個戰爭俄羅斯不是在跟烏克蘭打 因為跟烏克蘭打的話 烏克蘭早就輸了 而是跟背後的美國跟北約 所以呢 真的要叫中國大陸當核勢老 但是背後的那一雙手 恐怕也要做一點事情 而不是剛剛我們說的 不斷的在給武器嗎 給武器真的能夠讓這個戰爭結束嗎 也被大家越來越討論很多 所以呢大使您怎麼看呢 因為現在來看到拜登啊 在這件事情上呢 因為他被講說 他也沒有辦法示弱 因為他要選舉 他要拼連任 吉爾拜登已經說了啊 他已經幾乎無懸念 只是要敲定宣布的時間跟地點而已 但是共和黨也緊抓著 你就是好戰 你就是怎樣不讓他停火 所以呢川普也說了 美國捲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川普也說呢 他當選的話要美國優先 清除美國的好戰分子 然後也說 來看到要讓美國擺脫戰爭販子 騙子跟失敗者 然後共和黨來看到 德州州長說 美國自己有很多的問題 拜登忽視了這些問題 還有呢 那個另外佛州的議員 蓋茨也說 當美國邊境陷入危機的時候 拜登回家打盹 那在總統日的時候 又被拜登給拋棄跑到烏克蘭 不感到意外跟驚訝 然後呢 葛琳娜他也說呢 拜登沒有去訪問惡害二洲 就是剛剛我們之前有 之前提過的就是列車的試停 然後呢他去訪問了烏克蘭 然後呢對於美國 這個未來對於烏克蘭的援助 他說還要提案進行審計 另外呢 服似最新民調說 反正46%軍援烏克蘭 認為應該要有限度 我想其實中國大陸這一次 對俄武戰爭等於正式出手 就是明白的旗幟鮮明的 而且是以繼續行動 繼續方案展現 這個勸和促談的 中國大陸的最新的立場 因為像王毅就講了 這個俄武戰爭打一年以來 從開始的時候 中國立場跟現在立場就沒變 就是勸和促談 那這一次的勸和促談 是提出了具體方案 而且是希望先停火 然後再彈劾 那所以他是以停火 為第一個前提 那有趣的就是說 這個提出來以後 那事實上 烏克蘭的反應 還蠻正面的 那哲倫斯基說他覺得 這是個很有趣的方案 而且他希望跟習近平親自來談 當然後面他當然 他這個講了一句話 應該是對國內消費 目標是要孤立一個人 那當然就是孤立普丁 不過基本上沒有對這個 這個勸和促談的這個具體方案 十二點的具體方案 那麼打等於說撥冷水 那麼甚至是給予一個比較 正面的一個回應 這個我想在美國人看起來的話 一定極不識味道 因為中國大陸這一個方案 如果一開始就被打槍的話 那一定不要說胎死腹中 那就出師未解 施出未解身先死 那看起來不是 因為俄羅斯基本上 這個方案提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的外交佈局 中國大陸做得相當綿密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王毅在這個歐洲的場合裡面 在這個慕尼黑會議裡面 對這個勸和促談 已經做了輪廓性的說明 而且他之前見了十個 就在慕尼黑十個歐洲各方面的 這個與會的這個高層領袖 那麼他也訪問了這個法國 那所以跟這個馬克宏 跟德國總理這個蕭茲 對那麼甚至跟這個 烏克蘭的外長 也都見了面 對跟他們都見了面 所以廣告回來 要請大使來分析一下 我們趕快充兩萬塊要到了 尤其是這一次呢 俄烏戰爭已經一周年了 但是來看到呢 美國跟中國大陸 也展現出不同樣的一個狀態 然後呢或者是說 大家也可以做一個對比 中國大陸始終都是說 希望勸和促談 但是美國呢則是不斷的說力挺烏克蘭 然後呢給武器說力挺到底 但是誰能夠真正的為烏克蘭好嗎 指大家深思一下 好的確俄烏這個僵局呢 是僵在這邊 大家也希望有一些新的一個突破 所以呢大使 您剛剛講到說王毅這一次出訪 慕尼黑會議就已經跟很多歐洲的政要 有進行會晤 我想主要大概還是 可能俄烏的這個戰爭 那我覺得他在這個過程中 應該先把很多中國大陸在這一次 前兩天2月24號公佈的這個 這個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12點 這個方案都應該先做了鋪陳 先做了初步的溝通 那然後他又去俄羅斯 那麼這是一個非常高層的 那整個俄羅斯雖然沒有對這個 所謂的這個停戰方案 事前或者事後採取很強烈的立場 不過普丁給予這個王毅 極高規格的這個接待 我們就光看這個 現在大家很注重那個 長桌子 那個長桌外交 就是說桌子裡面發覺玄機處處 而且被這個普丁運用的出神入化 那麼其他的這個 比如說聯合國的秘書長去 也是對不起 我們要用兩個最遠的距離來談話 沒錯 那個大使講的這個桌子 我們來看這個照片 比較能夠看得出來 這就是被說 跟馬克宏當初的這個長桌子 很多大家國家的領導人 跟普丁見面都是這樣子 但是呢跟王毅呢 的確是這張桌子沒有錯啦 但選擇最近的距離 普丁總統跟王毅 所以這是這個裡面 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形勢就代表實質嘛 外交就是玩形勢的意義 所以促息長談啊 談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啊 那結果王毅回到 回這個訪問完了以後 中國大陸立刻外交部就正式公佈這12點的和平計劃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和平計劃出來 美國是打臉打打槍打最厲害的 拜登甚至說這個計劃顯然只是對俄國一方有利 你覺得這個只對俄國一方有利嗎 我們看這個12點來看 第一個尊重各國主權 這個是中國大陸從俄國戰爭 一直堅持的一個基本立場 主權 國家領土主權不容侵犯 這句話也是今天我認為 烏克蘭對中國大陸一直有寄生期望的一句話 所以這個怎麼會是對俄國有利呢 這個第一點就是等於質疑俄國 最好出兵烏克蘭的這個正當合法性嘛 第二個提到秉汽琳冷戰思維 那麼他這個是對歐洲人講的 他說反對把本國安全 建立在他國的不安全基礎之上 那麼形成陣營對抗 那麼他事實上他希望維持 這個勸和出台能夠維持歐亞大陸的和平穩定 這個對歐洲現在起碼看起來對德法兩國 還有就是說西班牙意大利這些國家 不希望這個俄烏戰爭繼續升高 讓歐洲付出更大代價來講 我覺得對歐洲人應該是蠻歡迎的 停火止戰啟動和談 這兩個這個兩個方案 如果基本上沒有得過得到 俄烏兩國的那個事先的一種默契的話 那這個這兩個這兩點的話 俄烏兩國一定會針對這兩點 予以強迫的強烈的否定 可是你現在看到了嗎沒有 所以我覺得英國一年以後的俄烏戰爭的情勢 對於一個勸和止戰的一個中國大陸立場來講 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上來看的話 應該是比較成熟 環境就是說時機比較好 那我也認為 就俄烏戰爭開打這一年當中 中國大陸對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整個的交涉 跟互動方式就在以勸和止戰 這四個大前提之下在進行 所以我覺得過去中國大陸很多放在檯面下 可能跟烏克蘭之間的溝通 跟俄羅斯跟烏克蘭 大概都是在勸和止戰這個阻止下進行的 那麼經過一年的時間 現在把它放到一個 全世界都很關注到中國立場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那麼中間如果沒有足夠把握的話 事實上是很難達成的 而且這個12點 我們真的仔細來看的話 那麼基本上還有一些 真的是跟中國大陸在傳統處理國際關係 準則上非常吻合的 他反對你使用核戰爭 反對這個還有這種生化武器 另外還有幾點 我也覺得對整個全世界 大家都可以獲利的 就是說保障糧食外運 這是對第三世界國家請命 非洲國家 對非洲 北非國家 需要烏克蘭糧食的 另外一方面產業供應鏈的穩定 那麼還有一點 停止單邊制裁 這些部分都是從全體 這個周邊其他國家 其他區域的利益著眼點 那麼推後戰後重建 那這個不是就對烏克蘭急需的嗎 烏克蘭現在整個國家的經濟 已經大概GDP已經減少了快四成了 對 只剩下三成了 那你這個國家你不需要重建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12點基本上 那對現在來講算是即時雨 那會不會真正讓中國大陸找到一個 扮演一個實質的角色 我覺得不會這麼快 不過現在從世界角度上來看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世界兩大強國 中國跟美國 對俄烏戰爭的立場 幾乎是南遠北側 美國正好跑到 拜登為了國內因素 正好跑到基輔 表演一場怎麼樣 就是說拱火天才 繼續怎麼樣 煽動戰爭論的一個美國的立場 那這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另外一方從中國大陸來講的 從王毅到慕尼黑 接著中國大陸外交部公布 這個12點的這個和平方案 就是組合嘛 所以今天在這個世界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一個主戰的美國 跟一個組合的中國 我覺得在這個整個 重大的國際議題上 那麼中國大陸已經跟美國正式宣戰 也就是說我現在就旗幟鮮明了 你這個主戰 你主你的戰 我主我的核 那我覺得從大棋局 大博弈來講的話 也就是美中兩國大博弈 我覺得對中國大陸來講 我一直認為是一個 另辟戰場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美國一直在對中國大陸 一直在 採取主動的是什麼 是把戰場放在台海 把在台海 不斷在台灣問題上做文章 那中國大陸現在做法就是 另辟一場 俄烏戰爭 把戰場辟在歐洲 而且是修關你美國 的一個怎麼樣核心利益的一個問題 那在這個新的戰場上 中國大陸投入的力道跟過去已經完全不同 我認為就是說這是一場 美中大國之間博弈的一種 戰略上 非常高層的戰略上的一次 中國大陸主動出擊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的基本上的這個 怎麼講呢 中國大陸整個要爭取的對象 除了繼續鞏固跟俄羅斯的背靠背 上不封頂的這種 雖非同盟盛世同盟的關係之外 另外一個還是 是鑿著眼於歐洲 歐洲一個組合的幾個大國 因為歐洲如果再打下去的話 歐洲要付出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中國大陸這個另闢新局 新戰場 事實上除了俄羅斯 還有針對歐洲 所以在歐洲這個 在美俄 中美爭取歐洲的這個 這個力量的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中國大陸在俄武戰爭中 旗字先明 直接插手 然後不曉得後續行動是什麼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戰略的 一個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那後面的日子我覺得就是說 應該會造成今年 很可能很大的世界的這個好注意力 會從台海 會從其他的戰場 移到俄武戰爭 這個場域裡面 那麼變成看起來俄武戰爭 變成一場中俄之間的一場 不中美之間的 這個角逐的一個 一個最重要的場域 如果是變成這樣子一個發展的話 那麼中國大陸的戰略目標 可以說就達成了 的確 大使用另外一個角度告訴大家說 現在中國大陸不斷的是主動出擊 所以美國現在也有一點點 要來接招了 我想問一下賴老師 因為剛剛有特別講到說 很多非洲國家或是南南國家 他們其實是認同這一個 中國大陸提出來的中國方案 那美國的號召力會不會越來越弱呢 現在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智囊團民調說 西方現在是這次俄烏當中 空前團結 但影響力也變得空前的小 77%的英國受訪者 還有美國受訪者71 65%的歐盟受訪者認為俄羅斯是對手 但是79%的印度受訪者 還有69%的土耳其認為呢 俄羅斯是主要的合作 必要的合作夥伴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 華盛頓郵報也說 證據顯示 華府要鼓勵普丁已經失敗了 俄羅斯跟印度的貿易 甚至在過去一年增長了400% G20財產會議就沒有就俄烏的戰爭 達成了一致的相關的說法 西方世界是空前團結是沒有錯 但是西方世界也是空前的被孤立 因為非洲 拉丁美洲跟亞洲 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沒有站在西方世界這一邊 所以西方世界空前團結 空前被孤立 也就是空前影響力的衰弱 過去西方的世界成為全世界的標準 一虎百硬 他說了就算 然後他說對就對他說錯就錯 現在看起來西方世界認為 俄武戰爭錯在俄國 可是問題就在於 絕大部分的國家不這樣認為 這代表什麼 代表標準是非正義黑白 不再由西方世界說了算 也代表西方世界對於全世界的影響力 已經大不如前 其實這個對於這一次的慕尼黑的安全會議 他們自己本身也都發現到 這個嚴重的問題 所以西方世界被全世界孤立 這個才是最嚴肅的問題 另外我覺得我還要再補充一下 中國大陸提出來的這奢典主張 有沒有可操作性 因為亮亮說這是一個框架 我個人認為這是可操作性 可操作性跟框架就不太一樣了 那為什麼我可以這麼說它是可操作性 各位看一下 當時在2014年的時候 烏克蘭跟東部的頓列斯科地區 兩個共和國發生了這個內戰 那麼也就是發生了交戰 我們假設不用內戰 內戰就是同一個國家 交戰兩個國家或是三個國家在交戰 南部的克里米亞半島 他克里米亞共和國 他脫離這個脆弱的當年的烏克蘭 他公投加入俄羅斯 俄羅斯批准成為俄羅斯的一個國家 中國大陸並沒有承認 克里米亞半島是俄羅斯的國家 到現在也沒有 到現在也沒有 這代表什麼 中國大陸在主權這個部分裡面 堅守原則 即使它跟俄羅斯的關係非常好 可是中國大陸到今天為止 沒有承認克里米亞半島屬於俄羅斯 這個部分裡面烏克蘭心之肚明 所以烏克蘭認為中國大陸的 這個有關於國家主權的 完整的主張並沒有改變 沒有動搖 沒有因為他跟俄羅斯的關係而就動搖 好 可是我為什麼會說可操作性 那是因為在當時烏克蘭的政府軍 跟敦內斯克的兩個共和國在交戰的時候 德國跟法國介入了 成立了 組織了一個叫做諾曼蒂模式 四個國家會談 德國 法國 還有俄國跟烏克蘭 當四方兩國 德國 法國擔任這個核四老 他們說歐洲的事物 歐洲人解決 把美國排除在外 美國非常的不爽 美國跟英國非常的不諒解 非常的不爽 但是呢 諾曼蒂模式建立起來 最終達成了一個明斯克協議停戰了 停戰不代表承認 不代表這個現狀的承認 也不代表這個共和國獨立或與否 但是我們要強調就是 確實就停戰了 停戰了一段時間 兼或有一些衝突 但是那是零星的衝突 好 那後來梅克爾他承認 這是他的軌跡 他的謀略 也就是用時間來爭取 讓烏克蘭能夠喘息 讓烏克蘭能夠獲得西方北約的援助 使他有更強的抵抗能力 所以俄羅斯的普丁承認我被騙了 也就是當時的停戰 是為烏克蘭爭取時間 好 那我們要問的一個問題就在於 中國大陸主張先停戰 符合各方的利益 除了美國 英國以外 其他的歐洲的利益也符合 為什麼 當四方的兩方也符合他的利益 對烏克蘭來講 他要獲得先進的武器 或者獲得重武器 他需要時間去訓練 所以對於他來講 停戰沒有不好 對俄羅斯來講 停戰也沒有不好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讓他的 軍工企業的武器生產彈藥 能夠再充足一點 能夠提供給他 對歐洲也沒有什麼不好 為什麼 因為停戰大家緩和一下 讓他們能夠先處理他內部的 歐洲的內部的政治的經濟的 社會動斷不安的這些問題 能使國際的能源價格不要再高漲 讓他們能夠騰出手來去處理 他們國內的通貨膨脹 所以德國法國為什麼會歡迎 那是因為連波蘭都歡迎 波蘭是最前線的 交戰方的最前線 那你看連波蘭的總統都歡迎 原因就是因為 大家都先喘一口氣 所以他符合各方的利益 除了美國跟英國以外 那這樣的情形下 為什麼我說可操作性 主權的完整符合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可以用這個來跟俄羅斯來談判 解除單邊制裁符合俄羅斯 消除冷戰對於北約的地位 要不最好就是解散北約 也符合俄國人的利益 所以這個都可以成為一個 談判的議題跟籌碼 我覺得中國大陸提出來這12點主張 為什麼美國的反對蒼白無力 那就是因為絕大部分的國家都覺得 我們謹慎的符合各方的利益 所以我才會第一開頭 我就說各取所需 談判的最高明的地方就在於 先有各取所需 然後再作為交易的籌碼 這個叫做舉手事先拉起來 然後再為各方的談判籌碼中 看哪一方在減哪一方在弱 如果烏克蘭他願意停戰了 美國就沒有理由繼續主戰 所以我覺得打蛇就打7吋 打7吋那7吋最脆弱的地方就在烏克蘭 所以我覺得如果烏克蘭他主張和談 而美國一直主張要打 那大家就可以看出來 是誰在操弄這場戰爭 這個時候就把整個問題 拉回來他的正面貌了 原來不是俄烏的戰爭 原來是俄美的矛盾 我覺得如果能夠讓國際全世界的人 讓歐洲人看出來原來不是俄烏戰爭 是俄美矛盾的時候 歐洲的政客就沒有辦法 再欺騙他的老百姓 他的老百姓就知道 他被他們自己國家的政客所欺騙 歐洲的團結根本就是 完全是美國的附庸國而已 對 所以你看 這個太天真了啦 談判最重要就是有決策的人要上台面 烏克蘭哪有權力決策啊 烏克蘭根本不敢答應任何事情啊 我跟你講 土耳其那一次就差點成功啊 為什麼烏克蘭答應的條件 突然全部推翻 因為他沒有權力嘛 背後的老大 比如說秉棄人在思維 停止單邊制裁 這個烏克蘭哪有權力決定答應啊 所以才要凸顯出背後的 那個人就是美國 我就跟你講 烏克蘭不會講話嘛 他不敢講話啦 的確啦 這一次就可以看得出來 談判真的是需要 很高的一個政治智慧啦 那不管怎麼樣 透過這一次 總統大陸拋出這個議題 賴老師講說 背後那雙手會不會更加浮現 然後呢包括了亮亮也說 那是不是呢 烏克蘭不敢講話 必須要後面的那一雙手呢 能夠呢有一些意思 這不管怎麼樣 都能夠藉由 所以我跟你講 真正的關鍵不是烏克蘭 真正的關鍵是馬克宏 還有川普 因為川普現在在反對拜登去打仗 這個才是有實力的人 烏克蘭是一個完全沒有實力的對手嘛 對 所以烏克蘭發言是沒有用的 對 那這個時候也可以看得出來 美國呢在內部呢也有很多雜音 就像剛剛亮哥說的 川普呢在這一次 他自己打選仗的時候也在說 包括的時候他也覺得說美國不能這樣子好戰啊 他自己當選之後這個戰爭也許就會結束等等的 另外再來看到廣告回來要請亮哥也要繼續來分析說 這一次的這個戰爭當中也讓大家看到說 這個西方國家跟南方國家 還有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立場 真的不太一樣 比如說新加坡的前駐聯合國代表馬凱碩呢 他最近也說 西方你不要沉迷於徹底的擊敗俄羅斯 世界上85%的國家其實沒有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大家都是反對戰爭沒有錯 但是85%國家是沒有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 使得國家的元首並不相信西方所謂的非黑即白 這一次最新的來看到2月23號聯合國大會 通過的要求俄羅斯立即完全跟無條件 將所有軍隊撤出烏克蘭的時候呢 這一次獲得141國支持 7國反對32國棄權 棄權當中包含了中國大陸還有印度 南非還有越南等等 這很多都是BREASE這些金磚的國家 還有呢這個非洲的國家等等 不只是南非 另外來看到呢 南非的外交部長也說 南非立場是呢 是要和平相處 不受到西方的支配 巴西儘管呢是 站在美國這邊投票的 是要那個希望俄羅斯退出的 但是巴西總統魯拉 最近訪問美國的時候也說 在烏克蘭問題上巴西會選擇中立 好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最新的一個投票 但是很多國家其實還是投棄權的 我覺得那個聯合國那個是 要求俄羅斯立即撤軍嘛 那這個理想上當然 當然大部分的人會同意 對 可是這個也沒有操作性 我覺得中國大陸這個文件 最大的貢獻就是讓各國可以根據 他這個文件來發言 因為各國都會有他們找到立足點 因為他們除了美國跟英國之外 大部分都是贊成的 可是這個就是 我就說他是框架文件 他是好意的 大家都看得出來 那我因為真正談判是要談操作性 那他當然會有往前推的力量 可是就是最後要進入可操作性 要去曝露美國的自私自利 就是再加強這個力道 對 可是必須要有力量的 Player出來講 所以您才會說是馬克宏跟川普這些 還有蕭茲啊 或者是川普嘛 川普就是製造美國另外一種輿論 那這一點我就同意啦 我就會同意賴老師的講法 就最終一定這些人會出來講話的啦 因為這樣拖下去 對世界都不好 那個美國真正的真面目會越來越明顯 他會慢慢浮現 說怎麼搞半天 那土耳其內地會談到底是退翻的 事實上坦白說土耳其內地會談 如果真的虔誠了 那烏克蘭也不會額外再調兩個州啊 對啊 那時候只有頓巴斯嘛 對不對 所以我坦白講他是後悔莫及 可是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OK 我是說哲倫斯基啦 哲倫斯基如果真的 像賴老師剛剛講說這麼勇敢 敢來呼應這個方案 我講的是具體啦 我看他回去又碰到很大的困難 甚至包括被暗殺都有可能 最近他的替身好像被排到 我現在就是在跟你講說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為什麼他想見習近平 他當然想見習近平嘛 因為他知道只有中國人幫他嘛 誰這個時候會這樣公開大聲講 尊重各國主權完整 就只有中國嘛 而且他是跟俄羅斯講得上話的 對 所以他知道 最後能幫上他嘛 就是中國大陸 這個他非常清楚嘛 可是他要透過一些 這個我們談判上叫和聲啦你知道 就是他不能單獨講啦 他害怕 Harmony這樣子 不是他怕美國 對他做一些暗的動作 也怕他後面強硬派 對他做暗的動作 所以他要跟中國一起講 或者跟法國一起講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或者有時候要跟川普一起講 之類的 這個叫和聲啦 就是要找一個 讓他的強硬派跟拜登 不能夠對他出手的人 跟他一起講話 他要慢慢 慢慢壯大自己啦 然後讓他逐漸的拿回 部分的發言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這邊補充一下一個訊息 布林肯對於這個談判 他也說他也想參加 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之前反對 後來看大部分國家都要 他說那我也要參加 好 接著他又補充一句話 他有在講啊 說他也要 他說布林肯說 那這樣是好事啊 他說我也要參加 可是他又補了一句話 他說中國不合適 放開是中國提出來的啊 你很有趣 對 我覺得亮亮的表情就是 反映大家 說了這一切 所有人的表情就是 你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因為布林肯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沒有叫俄羅斯撤軍 因為你 還有一句話 是啦 我知道 這個就是聯合國那個案子嘛 他說因為你站在俄羅斯這一邊 我知道 但我們的問題就在 如果因為中國大陸 站在俄羅斯這邊 所以中國不合適參加的話 那美國站在烏克蘭這邊 美國也不合適參加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這就是美國的 目前來講布林肯的水平了 好 這是我覺得第一點 那也就是說因為 很多國家都覺得說 應該先停戰 談判來解決問題是好的啊 所以很多國家開始表態了 美國也說那我要談判 那不能把我排除在外 不能到最後是跟 諾曼蒂摩斯一樣 中國大陸來了 那結果我沒有 假設是中法德 那我沒有 那怎麼可以呢 好 美國現在也擔心了 可是他說那不應該是中國 那這個也沒道理嘛 這個太可笑了 那問題就是我要講的 第二個訊息是什麼呢 哈佛大學的訊息 哈佛大學的看來的研究中心 我想這個是一個在美國 還有很有權威 就是有聲譽還滿響亮的 他的大學教授就說 他預估如果這個戰爭 再打到今年年底 就是明年的時候 他說俄羅斯將會再占領 11%的土地 對不對 這訊息是最新的 然後他說他估計 俄羅斯將掌控 三分之一的烏克蘭 可是問題是這三分之一 是最富有的地區啊 觀眾朋友啊 烏東地區啊 工業地區啊 都被俄羅斯掌控以後 那請問一下 三分之二的烏克蘭 是農業地區 是窮地區 那責任司機 還有什麼談判的籌碼 談判啊 最好的就是 雖然已經錯過了 剛剛正亮講的 土耳其這麼好的一個時機 你已經犯了這個錯了 現在再不談 真的等到明年再來要談的時候 你已經又掉了 11%的土地了 這划不來啦 的確啦 這個攤判要在好的 timing的時候 客觀分析都正確 都正確啦 就是有一個人拉住 不讓他躺嘛 就是美國嘛 對嘛 所以啦 就是一直講 一直講 讓這個背後那雙手就會出現 譬如說這個北溪誰炸的 我們一開始也不太敢講嘛 慢慢大家都不用講 都知道是誰了嘛 是這樣子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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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